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其他部落的阿美族人 共同建立了现在的南华部落 今天就跟着我们的脚步 一起探访南华部落的故事 南华部落的故事 我们的中间的南华部落的故事 是在我们的梦和白色的故事 然后我们的梦和白色的故事 我们的梦和白色的故事 那麼既然 南華部落的頭目在我們拍攝前 先向竹林祈福 保佑我們的行程能平安順利 花蓮吉安鄉的南華部落 稱為馬夫阿蓋 馬夫阿蓋在阿美語意為 湧出來的泉水 因為以前此地的土壤肥沃 地底下有一個豐沛泉水 而得稱為馬夫阿蓋 這個地區過去原本為 南斯阿美族七角川社的屬地 1908年發生七角川事件後 這裡規劃成為序幕發展區 我們在台南 我們在台南 南華部落 南華部落 南華部落在民國33年 正式地成為一個南華部落 那之前就有了 在民國20年間 我們阿美族就已經有人住在這裡 可是戶數不多 然後因為我們是從壽峰那邊 現在的牢溪 就是在白豹區以北那個地方 那在民國 因為民國幾年 我不記得了 那邊也是發生大水災 整個部落被水沖走 然後我們整個部落 就整個移民到現在的稻鄉 住了一段時間 從民國大概20年左右 到民國36年發生水災 發生水災 我們就整個部落 就遷移到南華這裡 因為南華這裡 本來就有一些 我們族人住在這邊 那時候就正式成為一個 大的一個部落 叫做 Mavagai部落 Mavagai部落 Mavagai的意思就是 泉水 就是湧泉冒出來 因為那邊以前有一個泉水 從地底下這樣冒出來 所以就得了這個名 Mavagai 就是泉水冒出來的意思 歡迎你們來 歡迎你們來 南華社區位於花蓮縣 吉安鄉的西南側 東陵花東鐵路 及台九縣永新村段 西邊是中央山脈 南華山與秀林鄉為林 北邊是與福興村鄉林 全村面積約為3645公頃 全社區地勢近是長方形 出山坡地外 為廣闊的沖積平原 地質肥沃水源充沛 人數約為2000人 原住民佔比約為30% 主要是阿美族與太魯閣 南華部落因為有受到外來的宗教影響 曾經有斷層過大概30年 斷層了30年 所以後來我們的前頭目開始 然後就是開始去尋找我們的根 然後慢慢地 我們每一年的祭典都會去舉辦 比如說豐年祭 捕鳥祭 還有捕魚祭 這三個祭典 對 我們一定會辦 我們一定會辦 對 我們一定會辦 跟人家互動 還有我們青年的互動方式 還有像我們帶青年快的過程 跟介紹一些我們 跟你們的互動就好了 就是跟姨娜的互動 對啊 好啦 就是 它去越深度報道 我們去了解我們 就是南華的青年 我這裡是青年 有沒有 也不是 你在吃萬丈嗎 就是公式 是公式的前面 在南華部落的文件站 老人家詢問部落青年會會長 這些拍攝人員是怎麼回事 會長耐心回答我們的來意 在部落裡 青年會是常見的組織 也是推動部落各鄉事務的重要力量 在大學讀書的時候 參加那個 原民會有辦一個返鄉服務 就是他會在大專裡面 去有個就是 就是有高選幾個原住民大專生 大學生 他還回部落裡面 那時候就在講 那時候就在想說 欸 別人在介紹我的部 就是說 問你我從哪裡來 後來 你來自哪裡 你是什麼族 那我就在想說 對 我是阿美族 我是阿密斯凡詐 那你是哪個部落的 我就說 欸 南華部落 南華部落 欸 對 他們說 那南華部落在哪裡 是什麼 是男生阿美嗎 還是什麼樣 是像馬蘭阿美嗎 因為我們就是一開始在 介紹的時候 欸 我沒辦法好好的介紹我的部落 後來所以才有這個契機 那時候就參加北鄉服務 後來開始認識更多不一樣的 就是族群文化的時候 就會回想說 如果假如我以前有這樣子的 像我一樣的人 或是在學習的人 能讓我們住在部落的小孩子們 了解部落 反而到大學讀書的時候 我可以侃侃而來 我可以很清楚的介紹我的部落 對 我可以介紹我是 吉安鄉是廣大的平原地區 從日治時期就規劃成為 農業與畜牧用地 因此 除了當地人之外 我們很不容易區分村裡的界線 居住人口也已經是族群融合 甚至原住民是少數人口 而且青年人口外移 因此 族群文化的傳承 是一項很大的挑戰 我擔任青年會長這兩年 就是 發現這次的青年會長 比較年輕 以前比較都是壯年的哥哥們 他們決定換年輕人來擔任 我相信有他們的理由 因為想要更能用這個同儕的方式 去找我們更多的青年們 我們可以說是一面在舉辦 一面在學習 一面在 在探索我們過去 我們吉加斯蘭的年齡階層 他們是怎麼樣去做 這個文化我們正在學習 講到年齡階級 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部落 因為前面有斷層過 斷層之後 到目前我們有參加過 有舉辦過三個年齡階層 換句話說我們從辦年齡階層到現在 所以我們辦了三次 有三個年齡階層 總計大概有24年左右 我覺得我的態度 我的態度是 我會努力會去找 就是很多我們部落的 可能不敢進來的 或是很害怕進來的 我覺得部落世界是我們大家一起的 但我覺得是要讓他們感動到 有感動 用花感動 用我們相處時間的感動 南華部落原本屬於七角川社的領域 許多的族人也是七角川社的後裔 這個原本是齊階平原最強大的社群 在歷史的演變中沒落 而今這個印記成為大家附贈的目標 南華部落的族人 平常在各自的領域中勤奮工作 儘管如今已經是多元族群共融的村落 他們依然努力保留和傳承原住民文化 聚會所 青年會 故事牆等文化地標 象徵著部落的歷史脈絡和族群記憶 這片原屬七角川社的領域 至今人與七角川的故事緊密相連 休息一下 節目下一段 我們將繼續帶您瞭解 族人是如何努力進行他們的文化附贈工作 1908年的七角川事件 深刻影響了齊來平原上的發展軌跡 隨後吉野移民村的建立 以及台灣西部閩克族群的東遷 進一步改變了當地的人口結構 經過近百年的沉澱 七角川社的族人逐漸梳理並正視這段歷史 揭開事件的全貌 也釐清當時動盪了背景以及不測的風雲 如今這一代的族人以此為契機 積極地重塑七角川的文化面貌 請看我們接下來的報導 在高亢洪亮的祭歌聲中 七角川部落的聚會所在2024年落成 並舉辦盛大的第一次祭典 這個聚會所是大家的期待 也是凝聚的象徵 在一世紀前的1908年12月 為日本警察擔任愛詠的七角川社族人 因抗議不公而散離職守 日警救責 後由日警被攻擊後死亡 日警花蓮港廳集合警力支援 七角川派出所被包圍 頭目調停失敗 日本資源警力救回被圍的 派出所警察 日警有傷亡 開始被視為全面對抗 日本調集軍隊開始全面圍剿 七角川社被封五次燒毀 全社逃離毀滅 1909年3月 大部分族人因缺乏糧食而歸順 1914年泰魯閣戰役 七角川事件才完全結束 但是七角川社已經分崩離析 在祭典中 有部分的年輕族人會戴上華麗的頭冠 非常令人注目 這是七角川社的雨冠 這樣的裝飾與部落的階級制度 有嚴謹的連結 而阿美族的階級制度 是台灣原住民族群中 獨特的社會組織結構 那我們七角川 我們總共會有八個階級 就是我們有阿拉麥 阿拉麥階級 那麻烏愛 阿拉麥 阿拉麥就是我這個階級的 那這個是類似狀元紅 或是猴子樹 它的特別的生成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有個生命力很強 的象徵是這樣子去形容它 那這個是寡過 後來這是煮不爛 後來是阿拉班阿斯 後來這是阿拉底瓦斯跟這個哈茂 那哈茂那時候就有個戰役 就可能在我們出征的時候 可能碰到對手 我們是整個 整個階級都是滅掉的 有八個年齡階級 有一個是被太魯閣主所滅 變成七個年齡階級 變成七個年齡階級 二十六七這邊中間 這個是代表那個被滅掉的年齡階級 然後就用黑色的羽毛 這個是有一段悲慘的故事 在這裡面 這個年齡階級 這個年齡階級也是當入階的時候訓練 成年齡訓練的時候 最後一個階段就是訓練它的體力 耐力 從這邊開始跑到太魯閣主的 靠近太魯閣主的傳統禮儀 然後再折回來 上面的就是兄長 帶他們去跑步的時候 他們是墊墊後的 後來回到部落的時候 他們跟不上退伍 就在途中被太魯閣主所埋伏 整個被姊妹 後來這個年齡階級 被頭目講說 這個年齡階級是不吉利的 我們要把這個名稱給除掉 所以八個年齡階級 就變成七個年齡階級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七個羽毛 中間是被滅掉的 是這樣的意思 七角川事件之後 不管是逃離的或是選擇歸順的 都在日本的統治教育下 把事件的錯誤歸咎在主人身上 這樣的教育與記憶 讓青年勇士脫下了雨冠 為了隱藏身份也丟失了雨冠 一直到百年後的今天 七角川社的後代子民 循跡爬樹被乘風的歷史 開始文化的附贈之路 大概十幾年前 二十年前左右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在討論 雨冠這件事情 像我們說風部落也有 那時候其實就有在聊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在他們的長輩的 他就要戴這個雨冠 只有這一個階段的 那個年齡階級他會戴 穿這個來講是一個尊容 所以你到這個年齡之後呢 你必須要穿在這個東西 所以年齡是一個除了是你適合年齡 適婚的年齡 第二個是你是最強壯的時候 必須要穿在這個部分 那所呈現出來的就是 最強壯的時候是 在部落來講 要迎齡 送齡 燕齡的時候 這個年齡階級是很重要的 他要日夜的要唱歌跳舞 所有的部落的一些祭典儀式 他都要知道 尤其是跳舞唱歌 還有文化的傳承什麼 都這個年齡是全部都要吸收 責任很大 所以我們一看到這樣穿在這個 就是部落的精英就是他們 這個雨冠為什麼會消失 不知道 每一個部落都有不同的說法 所以我們試著慢慢的讓他們知道說 過去我們有這些 那我們要不要把它找回來 過去的歷史是被扭曲的記憶 七角川社的族人在事件後 被強制分上移居到各地 現在的花蓮吉安 壽豐鄉 遠到台東的鹿野鄉 都有被強迫遷徙的阻跡 要釐清歷史的脈絡 就是很困難的過程 當代的年輕人 其實對自己的舊社的部落的概念 真的是很不一樣 然後可能只知道自己的身份 怎麼講 自己的身份是有七角川的身份 但是七角川在哪裡 都不太清楚 所以他們就是發起了 每一年就是在戰爭的時間 12月的時候 然後回到舊社去 那透過實際走返過去舊社的樣貌 那以及過去愛永縣可能經過的那個路線 然後就一路往南 那每一年這樣走 其實就是想要去冥懷祖先 然後透過不斷地口述 不斷地去說故事 讓這件事情可以一直在傳下去 七角川事件在我們的七角川後裔來講 是一個很深的落印的一個事件 也是對七角川來講 早期沒有被挖出來 但是都放在心裡面 然後沒有把它講出來 是因為七角川的人長期分開之後呢 這個故事對我們七角川來講 是一種歷史的悲痛 當然對我們現在來講 年輕人來講 沒有辦法去感受當時我們族人的逃亡的 被滅射的那種心情 當然到我們現在這一代來講 我們就有一個責任就是要把它附贈 然後把歷史事實把它呈現出來 由我們自己族人的觀點去看 在這個歷史的面貌 這個是我們很重要的責任 巡迹從2011年開始 它辦到現在 那每一年其實都在走 但是在走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都在討論說 我們可以再延伸什麼樣的事情 在屬於七角川社的許多部落 從一小群人開始 他們爬書歷史 解讀與傳遞 屬於七角川社的觀點 舉辦循跡活動 每年帶著年輕人走過祖先 逃離家園的路線 這些努力也都有正面的回饋與成果 當然有很多在各部落的說法跟觀點不一樣 有時候老一輩的人的觀點是很難去改變 但是新的年輕的這一代 他們有新的看法 我們也要釋放這個新的看法跟反噬在他們的想法的當中 當然這個是為了使我們的七角川在歷史的背景裡面 別人的觀點跟我們自己的觀點來講 做一個平衡 也讓這個七角川的污點來講 反過來成為我們在七角川裡面 最好的一個呈現的一個精神所在 所以其實這個活動對我們來說 我們每一年走 每一年都在討論到底我們今年完成了什麼 那甚至我們未來的五年十年 還可以再拓展什麼 那這當中其實就會跟哥哥們開始做一些討論 那漸漸的這幾年開始有很多其他 七角川系的部落的弟弟們都會參加 今年的豐年季 七角川部落的聚會所正式落成啟用 族人們從全國各地回來參與 從活動的情緒讓我們感受到強大的凝聚力 在祭典中也看到年輕人戴上雨冠的責任與意義 甚至七角川市許多部落的族人 今年將主團自費遠赴日本 找尋遺落海外的片語 讓這個故事繼續的流轉 透過我們的系列報導 七角川的故事逐步呈現給鏡頭前的觀眾 讓大家瞭解1908年的七角川事件 是如何深刻影響現今吉安鄉的發展 同時我們也向那些為族群使命 努力不懈的族人致以喝彩 揭開這段歷史的目的不在於判斷是非對錯 而是幫助我們正確認識 這段台灣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請走TIT 我們下一個部落見 出伴 歐爾 欢迎来至少许多论